蕾熙 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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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關於剛剛這個座位的說明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你如果要改成4乘4 這邊改一下就有了 8乘8這邊改一下就全部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當然你如果說我剛剛講過 你如果要自己進去裡面 慢慢把index找出來 從這裡慢慢把它找出來 也可以 就寫個貨回圈 這樣慢慢一路跑 跑下去 也一樣可以跑得出來 但是就要很小心不要弄錯 那如果 有沒有還有沒有問題 有關作業 所以我support作業應該就知道怎麼做了 有問題的話 盡量再請助教來幫忙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再過來就是要講我們的 程式計時 好 那這一章呢 我們也只會講我們需要的部分 其他部分就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們會直接跳過去 各位有需要就可以直接看課本 或是看投影片 好 我們來看 首先要看這個整段程式碼的計時 給你一段程式碼你跑跑跑 好 你要怎麼計時 喔 它的相關指令呢 其實就是Tick Tock 或是Clock跟E Time E是叫Elapse 就經過時間 或是CPU Time CPU Time比較少用到 通常我們不太用CPU Time 那因為我這邊所有的範例呢 在執行的時候呢 都會跟你的環境有關係 所以我把我執行的環境列出來 我的環境呢是Windows 7 那CPU是Intel Core i7 2670 2.2GHz 應該是蠻快的CPU啊 因為我在這邊跑 比我們博士班同學用桌機跑還要快 然後RAM有8GB MateLab是7.12 或是R2011A 那你們如果用的環境和我不一樣 出來結果就是或多或少會不一樣 Even環境一樣的話 也是計時的情況 也會出現效果 數字會不太一樣 因為當時OAS在跑什麼事情 可能都不太一樣 你跑兩次得到結果也會不太一樣 好 單一碼表的計時按什麼呢 Tick 跟Tuck 這兩個指令呢就是 你只要把它的乘式碼夾起來 一個Tick 一個Tuck 中間呢它就跑跑跑 現在碰到Tuck 它就知道說現在花了多少時間 那這個是什麼字呢 這個叫什麼字 按下碼表的聲音 這叫形聲字 Tick Tuck 就是按的聲音 所以這個就是模擬它的聲音 好 來 我們先看看 第一個呢 譬如說我要計算這個 一個一個亂數矩陣 它是2000乘2000的亂數矩陣 2000乘2000的亂數矩陣 它有多大 它就是佔掉 2000乘2000 光它矩陣的個數呢 就佔掉 4個Mega 那麼大 然後整個佔掉記憶體多少 佔掉32Mega 這麼大的記憶體 接著我要算它Inverse 直接算Inverse 那花了多少時間呢 Tick放在前面 表示壓下去開始計時 然後算這一部分 計算完還有Tuck 時間到了 花的時間是0.98秒 所以這是很驚人 以前你很難想像 以前 大概10年前吧 我要計算這個Random Vector 1000的反矩陣 它要算3分鐘才算得出來 現在只要1秒 而且Size更大 Size比以前還多了4倍 那只要1秒就算得出來 所以很多事情是 就是 不是做不到 而是說你的電腦能力太差 就像以前我們講那個 各位看到iPhone上面的Siri的語音辨識 以前做得到嗎 做得到啊 但是算得很慢 你講話要等等等等 30秒答案才會來 但現在有很快的電腦 加上有很多的 Cloud Computing 就讓很多應用變成可能 好 所以這是TikTok最基本的應用 那我剛剛講的 這是單一碼表 只有一個碼表 因為對於單一碼表來講呢 我是用TikTok 因為只有一個碼表嘛 按下去 然後再按一遍 答案就出來 但是如果有好幾個碼表 你要怎麼計時 那當然你要分別分開來 就是 每一個碼表它有不同的 按的方式 你要把它記錄下來 對於多個碼表計時呢 你要把它 Tik 你要Assign 成一個Timer 記錄說 這個碼表 它的名字叫Timer 那Tuck的時候 我就要把Timer送進來 我才知道說 我要針對哪個碼表 來做再按一次的動作 然後時間就記錄下來 那這邊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這邊就有兩個碼表在做事 這邊是第一個碼表 它要記錄 碼表1開始計時 從這裡開始計時 那哪時候結束呢 到最後面 在這裡結束 碼表1停止計時 Tuck 在這裡 所以它是記整段Full loop 所花的時間 但在Full loop裡面呢 它有碼表2 因為這是Tik等於Timer2 這是碼表2 我就開始計時了 然後我就算它的 Random Matrix 它的Inverse 它的反矩正 那這個Size是多小 多大呢 我從100 200 300 一路到1000 那把它畫出來 看它所畫的時間是多少 最後把它畫出來 把Time 把它畫出來 那畫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類似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拋物線 慢慢往上爬 往上爬 所以表示這個 所花的時間呢 是按矩正裡面的元素個數成正比 這邊是N N平方就是整個元素個數 所以它的計算的複雜度呢 是一路往上爬 是類似一個拋物線 所以用這種方式呢 我就可以 跑兩個碼表 一個在外面 記錄所有的時間 一個在裡面 記錄每一次所畫的時間 然後最後把時間畫出來 這個應該很簡單 所以各位要計時的話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 這是最簡單的計時方式 你可以寫一段 兩段繩子碼跑一遍 看它花的時間相差了多少 那麼 clock的指令呢 是可以抓出來現在的時間 譬如說你直接打 wrong的clock 就可以得到它的時間 當然這個是我順便亂打的 譬如說2011年11月15號 23點26分29秒 出現一個六個元素的向量 那麼你也可以由clock和etime來計時 可以傳回兩個時間的差值 不用秒數來表示 譬如說我在這裡 clock 我就把時間先記錄下來了 那做了一堆運算以後 我再把clock 就回傳現在的時間 那兩個時間有一個差值 就把你回傳成秒數 秒數就回來了 所以這是比較 可能抓到絕對的時間 然後抓到 跑過一段的程式碼以後 再抓現在的時間 然後利用兩個時間的差值 讓你有更多的控制 來瞭解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CPU time 可以傳回 從啟動後所佔用CPU的時間 但這個指令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跑出來的結果變那麼大 原先呢 抱歉這應該改成2000 因為我全部都改2000了 原先我跑 這個 抱歉 跑這個指令 總共也只花了0.98秒 那到了CPU time 卻變成3.69秒 所以我猜這個卡面是CPU time 可能有點問題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不過反正CPU time很少用到 所以各位可以不用暫時管它 理想上 CPU time是 它是 就是只計算CPU所畫的時間 所以它不會包含讀檔 如果你讀檔要花很多時間 它就不會被計算在裡面 開檔、關檔、IO 這些東西都不會算在CPU time裡面 那像下面這個 這個卡面又比較正常 我做 如果IA等於1到10 我把Mesh把它畫出來 那我看它的 它的實際經過時間 和它的CPU time 我的CPU time 通常會小於 等於實際經過的時間 因為實際經過的時間 還會包含讀檔、開檔、畫圖 有的沒的 都會比較花時間 那CPU time 通常會比較少一點 再過來講的就是程式計時器 這個就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一段程式碼 你只要計算它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或者兩三個碼表 你可以計算不同的程式區段 所花的時間 但是程式計時器 比較複雜的原因 就是說它要你跑一段程式碼 譬如說裡面有跑了一個指令 叫做min 求平均值 像這裡求min min可能跑了一千次 那我請問你 min跑了一千次 共花了多少時間 如果你真的要寫的話 你要在這邊寫tick-tock 然後把時間全部累加起來 那個通通太麻煩 那同時我算min跑了多少時間 我同時也想知道說 min每一列跑了多少時間 我這樣才能抓出來你的bottleneck在哪裡 因為你慢可能就慢在一列而已 但那一列你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用 這個melep計時器 用profile 去抓出來每一列執行幾次 每一列花了時間 然後每一個函數 像這個min這個函數 裡面它每一列花了多少時間 裡面每一個函數又花了多少時間 那這就變得很細節 一直往裡面抓 但各位要注意就是說 一旦用這個profile指令的話 你程式碼會整個慢下來 但是這個可以幫你很快抓到說 你程式碼一跑跑了三個小時 很快抓出來bottleneck在哪裡 到底是哪一列程式讓你這樣慢得不得了 一次就可以抓出來 那這邊很多細節呢 我這邊就不仔細講 因為這個是真的你要用melep計的大程式 發覺整個會慢下來的時候 然後再去慢慢檢查 那細節我們就先跳過去 這邊有很多個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你看它可以幫你把列表列出來 說每一個程式碼 像這個 比如說這個min 有沒有它互叫了1000次 它可以幫你找出來 那總共花了0.04秒 那rand 互叫2000次 花了0.36秒等等 我這些都可以慢慢 一個一個幫你抓出來 但是我們這邊就先跳過去 先不講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跳過去實際上就 這張就結束了 現在沒有東西了 這張只是很快 很快跟你回顧說 你用tick tock抓程式 你有放好幾個碼表 你用clock抓時間 e time抓時間 cpu time 算cpu的時間 最後profile 算很大的程式碼 每一列花多少時間 但後面我們就先跳過去 所以我才講 這邊是很快就跳過去 讓各位只是了解說有這個功能 接著呢下面這一張 可能對各位來講還是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各位的作業如果沒有寫對的話 這邊就會花很多時間在計算 這張講到 程式碼和記憶體的最佳化 程式碼最佳化怎麼樣它跑得越快越好 能夠得到同樣的結果 但是速度要越快越好 那記憶體呢 記憶體怎麼樣能夠 用量越少越好 有時候各位跑會發覺 跑到最後它給你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叫做out of memory 有碰過這個錯誤訊息的 請舉手 有好幾個碰到了 碰到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辦法 就是加RAM 再去買RAM把它加上去 就會變很快 所以我們待會馬上講大 好 我們來看程式碼的向量化 MainLab既然裡面全部都是矩陣碼 那你要做加減程式 就盡量不要寫fold loop 簡單的講是這個樣子 但是6.500以後有一點差異 我們來看重點說明 在6.500之前 MainLab執行效率非常依賴程式碼的向量化 盡量程式碼一列就把它寫出來 千萬不要寫for for loop 這樣都會慢下來 但是自從6.500以後 MainLab有加了一個新功能 叫JIT 加速器 JIT叫just in time 加速器 JIT是什麼意思呢? 它可以先分析你的程式碼 然後做一些必要的加速 會先分析一遍 因為以前電腦很慢 它要分析 可能分析 比如說20秒才分析得出來 一分析 那你就說 我這個程式碼本來3秒就可以出來 為什麼變成23秒才出來 因為它多加了20秒才分析 但現在電腦快的不得了 你把這分析加上去 它可能是0.3秒就分析完了 然後後面一跑 本來如果你不加這個分析 本來要跑3分鐘 結果分析加上去 3秒鐘答案就出來 所以just in time 這個概念呢 就被拉進來 然後就可以對程式碼 做一些最佳化 所以自從這個JIT加速器 被引進來之後呢 程式碼像量化的增加性 就變成比較低一點 因為你如果不像量化 它一樣還跑得蠻快的 當然還是比這個稍微慢一點 但是已經沒有差太多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了解 程式碼像量化的 有一些實質的方法 和它的優缺點在哪裡 那同樣呢我們有 這邊會測試很多個範例 所以我把執行環境列出來 在這裡讓各位做參考 好 這邊會講到一些Main Lab 它讀這些程式碼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但這個細節呢 我這邊只是很快的講過去 各位也不必說一定要很清楚 因為這個東西會變 Main Lab每一版 它都會一直在改進當中 在6.5版以前呢 它是一個Interpreter Interpreter就是一列 抓到一列就執行一列 抓到一列就執行一列 所以它會逐列呢 它把它讀進來之後呢 會對每一列程式碼 轉換成P code 是Main Lab可以解讀的格式 轉換成P code以後 那它就開始執行 所以轉P code執行 轉P code執行 這個就是傳統的Interpreter 那但是呢 你每執行一列P code 都會有一些overhead在上面 就像你呼叫函數 每一次呼叫函數 你起碼要把變數傳進去 算完之後把變數傳回來 這就是我們講的 經常性的開箱 叫overhead 所以各位寫C也是一樣 有些函數你會讓它快 你不能寫成函數 你要把函數前面加一個什麼東西 加一個inline 有沒有學過 inline的意思就是 把那個函數的主體 直接插到互叫函數的地方 那它就不會跳到另外的地方 去互叫這個函數 因為它有overhead在上面 你每一次你可以想像 各位學資料結構的時候 有沒有每叫一個函數 它就是跳到一個stack上面 把變數放到stack上面 然後算 算完以後 然後再回去 然後這樣一來一往 都會造成一些overhead 好 那麼這些overhead呢 如果說這一列呢 它執行很複雜的運算 那overhead相對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就沒差 但是呢 如果說只是簡單的運算 比如說i等於i加1 這種東西 你這開銷比例就會相對增加 那如果尤其是你放在for loop裡面 它跑100萬次 那這overhead就會出現 100萬遍的overhead 整個就會拖慢 會慢下來 這就是interpret最常碰到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減少for loop 盡量不要用for loop 那麼這裡就一些簡單的說明 就是6.5百之前呢 盡量不要使用回圈 那麼但是6.5百之後呢 加入JIT 它會把overhead把它壓低 它會整個程式碼先掃一遍 然後做一些必要的optimization 那這個所用的叫JIT Accelerator JIT叫做just in time 那麼但是呢 我們還是必須了解向量化 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它的優點缺點 為什麼呢 第一個很多舊的程式碼 還是包含向量化的運算 你要知道它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如果你用的是舊版 6.5版之前 你要向量化還是 讓它能夠提高效率的 最主要關鍵 那最重要的是 在某些情況下呢 JIT Accelerator 它還是沒辦法幫你加速 譬如說碰到三維的矩陣 它這裡就卡住了 它沒辦法幫你加速 所以這時候你還是要盡量寫向量化的程式 好我們來看看幾個簡單的範例 第一個範例呢 我要計算N項調和數列的總和 就1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到10萬分之1 我就寫個for loop來算 total等於0 然後total等於total加上1除以i 然後一路加 然後前面加tick top 就一算發覺花了2.63秒 那2.63秒你可能覺得還好啊 但是現在是只有10萬喔 100萬1000萬1萬萬 怎麼辦 整個就拖慢下來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說 那我很簡單嘛 我相電話啊 我就1點除 答案就解決了 所以我發覺0.06秒 這個知道意思吧 這個sequence呢 是從1到10萬 那我1除以這個sequence 因為上面1呢 你不能直接寫除 因為它必須對元素對元素來相處 那它一發覺上面是1 下面個數不對 上面1就會展開來成10萬的項量 然後一個一個除下去 結果sum就全部把它加起來 最後得到的時間是0.06秒 但各位真的去試的時候 發覺這兩個範例呢 得到數值會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我這邊特別說明 這是根據pentium450的結果 所以各位去測那兩個範例是 不會得到剛剛得到的結果 除非你用的是pentium450 256nb Maylab6.1 這邊只是讓你知道說 4Loop跟沒有4Loop跟項量化會差那麼多 但是如果說用我目前的環境進行測試的話 你看差多少 差一點點而已 因為它有把它最佳化 它自動會做最佳化 這就是因為在Maylab6.5版之後呢 採用了JIT的技術 那項量化和非項量的程式執行數字 差異就變成比較小 但這個要注意就是我剛剛講的 對於簡單的東西呢 它差異變小 但對於很複雜運算呢 它差異還是會比你想像中來的大 好我們來看看要怎麼樣對程式碼進行項量化 有幾個訣竅 第一個你對indexing要很熟悉 就包含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只要把它切塊切下來 當然你可以用這些內建的指令 我這邊特別跟你講 用Maylab可用的內建的指令 那就會比較快 像我用這個made to sale或sale to made 等等 那你會誤說 老師那次你知道啊 我們不知道怎麼會用這個東西 抱歉我剛剛也不知道 我也是用在那邊慢慢堆把它堆 堆出來還有一算結果出來 後來想想不對啊 應該有更快的做法 在裡面東撈西撈 才撈到這兩個指令 那這兩個指令 事實上我們在前面的頭影片也都有講過 只是我自己講完也就忘掉了 但是這就是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使用內建的指令 就會讓你變快 第三個呢 你對問題本身的解法你要非常了解 你要了解說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這樣做 然後都可以得到結果是一樣的 就像我們的作業有沒有 我們不是四個 四個pixel要把它堆起來嗎 四個pixel 我畫在這裡 四個pixel把它堆起來 會得到一個長度12的向量 那到底要怎麼堆啊 假設這邊是 這邊是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你可以堆R1 G1 B1 RGB都出來了嘛 R2 G2 B2 R3 G3 B3 R4 G4 B4 好 這樣得到一個長度為12的向量 這樣 丟進去裡面做K means 但你可不可以把它堆成R1 R2 R3 R4 G1 G2 G3 G4 B1 B2 B3 B4 這樣做可不可以 你覺得哪個是對的 其實答案是都可以 所以隨便你怎麼堆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是把它堆起來是對的 你只要將來要把它拆回來之後 知道哪一個對應到哪一個 所以這就是我前面講 你要對問題的本身的方法要非常了解 不要到這個弄錯了 那解出來答案當然不對 好我們來看幾個向量化的範例 這些範例呢當然都很簡單 但是各位要了解 它可以這樣做 假設我們有一個矩陣X 那它我希望在它的每一個直行 乘上一個向量A的每一個元素 我們可以用內建的DIG指定 我取個範例 好現在X呢等於什麼東西呢 1 2 3 1 2 3 1 1 1 我希望它的第一直行 我要乘以3 第二直行 這邊要乘以3 這邊要乘以2 這邊要乘以1 最後得到的矩陣是 3 3 4 2 3 1 那當然你可以寫一個4 loop 4 i 等於1到3 然後分別把它乘進去 最後就得到這個矩陣 但是一個更簡單的做法 就是我把1 1 2 1 3 1 直接乘上什麼東西呢 乘上3 2 1 然後3 2 1 由3 2 1 所形成對角線的矩陣 乘上3 2 1 0 2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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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步 就達到我要的效果 那這邊呢 這邊這個東西呢 就是 DIGA A就是 A就是這個321 就把一個向量 的元素拉成對角線 然後一層 各位發覺一層發覺就是 把這邊乘上3乘上2乘上1 效果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我說這種方法呢 叫做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你浪費了空間 你看你要長出這個矩陣出來 而且你在乘法的時候 碰到很多都是0 也會浪費 浪費掉一點點時間 所以這種東西叫做 用空間來換取時間的範例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 我們現在是乘上直行 當然你也可以乘上橫列 乘上橫列你可以想像說 我就是把這個搬到前面去 所以也是一樣 這個矩陣123456 你要把它的兩個橫列 分別乘上3和乘上1 你就把它的對角線 由它的對角線所形成的矩陣 DIGA 放到前面去再乘上X 那就得到 橫列乘上3和1的效果 所以這也是空間來換取時間 因為原先只有3和1 你要變成一個矩陣 再把它乘起來 但是呢對於MEDEB來講呢 除非這個矩陣很大 大都不得了 在空間上會讓你卡住 不然的話它這個所畫的時間呢 在MEDEB6.500以前都會比較少 好 將一個航向量拷貝成N份 比如說航向量是137 我要拷貝成10份 得到是137137137這樣一路下來 那它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A冒號 冒號就表示我 這個RowIndex全部都要 然後這1 1乘上N 就是 就1111 總共有10個1在上面 然後它就會重複10遍 得到這樣的效果 那你也可以這樣寫 A乘上1 1N A就是137 137 然後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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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這邊有10個1 那一乘出來當然你就得到這樣的效果 那這個是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抱歉 這不太像是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這邊也是你要浪費一些空間 但最後你乘的時候還花掉一些乘法的運算 但是還是比寫4Loop 在6.500以前還是比寫4Loop還快 所以這樣就得到 把航向量拷貝N份的效果 那你也可以把列向量拷貝N份 做法還是一樣 所以列向量比如說148 然後你把它的 這邊它的Row index 有5個1 那這時候就拷貝5份 那Column index不變 所以還是148148這樣子 那你可以直接用乘 也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 所以航向量拷貝和列向量拷貝 都可以用向量方法 向量化的運算來做 另外一個如果說你要拷貝矩陣 拷貝好幾遍 比如在這裡 原先這個矩陣是1 2 3 4 5 6在這裡 1 2 3 4 5 6 這是原先的矩陣 但是我要拷貝成3個乘2個 所以這邊有3個 有沒有 這是原先的矩陣 所以變成3乘2 總共有6份矩陣擺在上面 在這邊1 2 3 4 5 6 總共有6個 那也是這樣做法跟前面很接近 你就把它index分別長出來 然後把它塞到a裡面去 然後這個b就產生這樣子矩陣出來 至於這個怎麼做呢 各位你自己要回去試一下 玩一下 看這邊是怎麼產生這樣的一個index出來 那你又嫌這個麻煩 因為這樣的做法呢 這樣的運算常常會被用到 所以MainLab有一個內建指定叫REP MAT REP當然是repeated的意思 重複的意思 MAT就是matrix 也可以達到同樣的功能 好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怎麼樣Full loop可以盡量不要用到 然後用一些向量化的運算 那麼6.5版之後引進了JIT的技術 JIT的技術呢 第一個呢 降低了 抱歉 差太多 這個是提高 寫錯了 提高了回圈的執行效率 然後它就是要讓回圈變快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還降低呢 好 使得一般程式碼運算 可以用程式設計師 最能代表運算法精神的方式來呈現 這個就是從這一點來看呢 就是你向量化的運算法有一個問題 程式碼寫出來會看不懂 因為寫出來你就想 這到底是怎麼寫出來 你必須去trace code 做一些簡單的範疇才能辦法做出來 但如果說用簡單的Full loop來看的話 你就很容易看出來它在做什麼事 所以呢 既然它這個回圈的執行效率被提高了 那我可以用程式設計師 最容易看得懂的方式來寫 所以也就是說不必為了提高效率 你勉強使用向量法 向量化的運算 而造成程式碼維護的困難 好 在JIT的加速下 向量化運算的光環不如往日耀眼 我們來測試一下 第一種做法是Full loop Full loop跑了 這個東西叫算Sine的J分之一 那J從1到NS J從1到1000到2000到3000這樣一路往下跑 然後看看它花了多少時間 總共要跑100遍 看手畫的時間是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這邊是使用Vectorize operation 就直接用把它向量化的方式來寫 那兩個一樣去計時 計時完以後呢 我把它的手畫的時間 先筆直把它畫出來 這邊Time1出上Time2 你可以發覺Time1出上Time2 大概只有4左右 所以有向量化和沒向量化 差了4倍 差4倍 那你會覺得向量還是有差 是有差沒有錯 但之前差更多 如果沒有JIT的話 會差40倍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JIT它所提供的加速 在這裡就可以呈現出來 那麼這邊呢 也是對JIT的加速稍微說明一下 它是先把每一列MateLab程式碼 直接轉成所謂的原機的指令 不再使用Pcode 所以省去一些經常開銷 那對Intel X86和Linux 程式碼整個讀進來之後 它會先進行一些最佳化 再去做處理 那其他細節這個我們就不用看 因為重點是 有的JIT加速器 你是不是還要使用向量化來運轉 要或不要 有幾個判斷的原則 第一個呢 如果說你的向量化是根基於 以空間換取時間 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都是以空間來換取時間的話 那你要測試一下才知道 因為以空間來換取時間 假設我今天這個矩陣是2乘以100萬 那你要乘這個東西就已經很不值得 這邊會產生一個100萬乘100萬的矩陣 這時候可能你就先出現Out of memory 根本過不去 第二個呢 它可能就是根本就太慢 因為JIT加速器它可以分析你的程式碼 發覺你要做只是這樣子 每一直行乘以乘以一個數字而已 它就自動把你做一些調整 那可能會比這個東西來的快 所以這個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的 這一類向量化的方式呢 就要特別小心 第二個呢 如果說你用的向量化的運算呢 不是根基於以空間換取時間 那這時候還是要盡量向量化 因為這時候空間換取時間 它的overhead 我們就不會被卡到 而是直接 就是不需要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那這時候我們盡量還是用向量化的方式來做 然後第三個呢 碰到複雜的資料結構 就一定要向量化 比如說在西蘇矩陣 這個就是 它矩陣裡面就是非常spot 大部分是0 少數元素是1 那Madev有另外一套內建的表示方式 還有維度超過三維的陣列 就是各位馬上 今天晚上的作業 也是上禮拜的作業 你的矩陣如果超過三維 那你就盡量要向量化 不要寫fold loop 碰到這類比較複雜的東西 JIT加速器它不會加速 這時候就還是需要向量化的運算 這邊就舉一個範例 對於這種不需要額外空間的向量化運算 我們來比較一下 有向量化和沒向量化的差多少 它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矩陣 兩個矩陣相乘 然後把它assine到另外一個矩陣裡面去 是元素對元素的相乘 所以這邊是有沒有 p for p 點1到 n q 點1到 n 然後a 的 pq 成上 b 的 pq assine到 c 的 pq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fold loop來做 然後第二種方法是向量化 向量化就是 a 點乘 b 是最簡單的 那兩個一比較看差多少 結果跑出來是差了多少呢 這個是所花的時間 上面是有fold loop在跑越來越長 那沒有fold loop就維持很低 它的加速的倍數大概在10到20倍中間 所以換句話講碰到這些不需要用空間來換取時間的話 你就直接最好還是要向量化下去做 這樣的話你就起碼就加速了10到20倍中間 最後呢就是你如何發揮JIT加速器的最大功能 所以你變速盡量使用純量 簡單的資料形態並以不超過二維為主 但有時候就沒辦法 你碰到要處理影像就一定是三維 所以這邊加速呢 JIT就沒辦法發揮它的效能 所以你就必須要盡量 要使用向量化的方式 然後回圈內索物交的函式呢 就盡量使用man-lake內線的函式 好 剛剛講的是向量化的方式 再過來是矩陣的預先配置 所以預先配置矩陣呢 就是你要用一個矩陣之前呢 你要先跟它講我這個矩陣大小到底有多大 然後先跟它講man-lake才會一次跟OS要過來 比如說我要100萬 我要1000x1000的矩陣 然後先把從系統要回來 然後再往裡面塞東西 這樣的話就會比較快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一次如果說 man-lake本身是可以隨時改變矩陣的維度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慢慢增大 你是增加矩陣的容量的時候 每一次增大它就要跟OS要東西 一旦跟OS要東西就要用man-lake 或是什麼realloc這類的東西 那OS就是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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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記憶體再給你 那這東西每一次要加進來就會越來 每一次要加 必須要加100萬層那當然就會慢下來 所以呢這邊就發生幾個現象 man-lake必須向電腦作業形容 要索取記憶體這件事情 會造成它執行效率的降低 第二個呢你每一次都跟它要記憶體 它記憶體散的各地 有時在這裡有時在這裡 那效率也會降低 最好呢能夠一次要 讓它在一個連續的空間中 這樣的話它的速度才會快 所以我講了這麼多 就要預先做矩陣的預先配置 就這個範例 x等於random number 1到n 這個n多大 10個百萬 1000萬吧 n有1000萬這麼大 那我把y變數輕掉 這時候你看y每一次 y就只等於x的平方而已 那for loop這樣一路跑一路跑 看它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第二個是預先配置 先預先配置給它 那也是做同樣的for loop再跑 那我們看時間差了幾倍 時間差了 第一種方式呢要花2.86秒 第二種方式呢只要花0.15秒 這兩個時間一除 差了將近20倍 所以這是各位作業會碰到的問題 如果沒有預先配置矩陣的話 它時間會整個慢下來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反正我們只是多加一列 這一列y等於z1到n 那它就快了將近20倍 所以這是各位要小心的地方 最後呢講到記憶體的管理 記憶體的管理其實我講的 只有簡單幾個小trick在裡面 第一個 你跑到一半發覺有些變數 再也用不到 你要把它清掉 clear掉 從記憶體中把它清除 第二個是pack 你程式碼忘了三天三夜 結果那個記憶體可能散的到處都是 你要把它pack起來 讓它能夠占到連續的記憶體 那如果說發生out of memory 你就打duck memory 它會跟你講怎麼解決 其實沒有什麼好解決的辦法 我下面會跟你講怎麼解決 最後就quit 不做了 怎麼解決呢 無足夠空間可以容納新變數 可以採取的解決方案 第一個 隨時使用clear 把不需要用的變數把它清掉 第二個執行pack 減少記憶體分散使用的現象 增加虛擬記憶體的大小 這個就是你到系統裡面去射 讓它虛擬變大 用你的硬碟來取代你的記憶體 之後它也是一樣會慢下來 不過至少它可以跑得完 那麼選用適合的資料型態 如果知道你這個 譬如說對Image來講 它至少只佔0到25的話 全部把它轉成onsign integer 8 這樣的話它size就原先了八分之一 最後都無法解決 應該不是減少這個 有時候譬如說訓練的時候 你就可以兩筆取一筆 或是四筆取一筆 每四筆你只取其中一筆 這樣可以減少資料量的大小 當然最後一招就跟老爸老媽 或跟你的老闆要錢 記憶體不夠了 我要加到16G 加到32G 一路把它加上去 也可以解決問題 事實上我都跟我學生講 碰到記憶體不夠 就是跟我講 我就直接去買 因為你要改成onsign 還是很複雜 改了老半天 還不如直接去買 像現在第一任的公司都快倒了 記憶體又變這麼便宜 所以不用白不用 要振興一下經濟 趕快去買就對了 好 所以我們這一張也講完了 最後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作業 先看今天講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看看今天的作業 我剛剛講過 當Manager在畫呈現兩個image的時候 index image的時候 他會用同樣的colour map 用同樣的色盤矩陣 如果說Display一個image 那他只用一個色盤矩陣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兩個image都要Display 而且兩個image都各自用不同的色盤矩陣 這時候要怎麼辦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說明 假設你現在有兩個index image 一個是 這個是一個image 這又是另外一個image 這個image用到色盤矩陣只有兩個元素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是黃色 一個是黑色 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image他用的色盤矩陣只有16種顏色 那你只要兩個同時呈現出來 那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 我一個16一個18 我就把它串起來 串成一個色盤矩陣是有18種顏色 但是這個image只用到最前面兩種顏色 這個image用到其後的18種顏色 這樣就可以同時顯示出來 所以概念應該很簡單 最後顯示出來的效果 Manager畫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他用的色盤矩陣是一樣的色盤矩陣 只是我這個image用了哪兩種顏色 這兩種顏色 有沒有 第一種顏色跟第二種顏色 黑的跟黃的 那第二個image呢 他不用這前兩種 他用後面的16種顏色 畫出來的結果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兩個image同時顯示出來 但我後面還有問說 如果 如果 這個 total number of colors 如果超過256 Manager能不能夠顯示出來呢 譬如說這個image 他用了256種顏色 那你隨便抓上面一塊image 譬如說用兩種顏色的那個image 兩個要同時顯示出來 他就超過了256種顏色 這時候他還可不可以顯示出來 我猜是可以 但是這個我沒有真正下去試過 所以各位要去試看看 超過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猜啦 應該是原先讀進來都是onsign integer 對不對 這個讀進來就是一個onsign integer 只有0到255的值 不可能超過256種顏色 你直接把它轉成double 然後看他能不能指到 第256種顏色 第257種顏色 第258種顏色 那colour map也一樣可以再增大 那你就可以直過去 看他出來效果 能不能同時顯示出來兩個image 所以我這邊有hint hint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就是把兩個colour map把它串起來 然後一個image用下面的colour map 另外image用上面colour map把它拆開來 這樣就應該可以解決 好 有關這個座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 助教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宣布 就是你今天可以做上次的座位 如果你還沒有做完的話 然後這個座位應該十行一定可以解決 十行 我確定也是十行 十行就可以解決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但是你概念要清楚 什麼叫colour map 怎麼把它串起來 直來直去那些事情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各位加油囉 感謝阿詩